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小坤坤有话说 这一期小坤坤有话说要说谁呢 要说前两天算是刷爆了这个朋友圈的罗振宇 罗胖,也就是得到APP的创始人 要说罗胖必须得说他一些他的这个简历 他之前08年从央视离职 在央视的时候他自己做经济与法 类似于经济的这些节目 是一个主持人,也是一个制片人 类似跟崔永元,类似跟白岩松 其实差不多,只是没有他们那么有名 然后离职了之后一直在文化界和托布花 就是说他的公司的创始人一起出创了得到APP 然后专门做贩卖知识的那么一个营生 之前是央视的中国传媒大学毕业的博士 之前在央视之后离职了自己创业 做了一个APP,简单就是这么一个路程 我要重点说的是什么呢 这前两天的时候他做了他的跨年演讲 一年一度的跨年演讲嘛 然后这是倒数第16场 也就是说从15年开始 每到年底就会做一次跨年演讲 已经做了第5届了 这也是我连续看的第5届 我们都在看他表面上的一些东西 他的跨年演讲爆出什么样的知识料 他的跨年演讲又会出现什么样的金句 又会出现什么样经典的词语 但是我们更希望的是什么呢 看问题希望全面性的看问题 既然是全面的看问题 我就想得知他靠这个演讲赚了多少钱 并且他带给了我们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所以我自己前两天做了一些资料的搜索之后 我打算今天出一期 我们到底从罗振宇的跨年演讲当中得到了什么 他又赚到了什么 我做了一下资料的搜索和整理 我想从以下这两个方面去主要阐述 我对于罗振宇这一次跨年演讲的表达的观点 第一个方面是 这演讲里面 它到底出现了多少模糊性的文字 以及模糊性的语句 在我统计看来数不清楚 但是我还是耐着性子 把长达三个半小时多的整个的演讲会 全部都看完了 一共出现了50次的 50次的所谓的模糊式的经句 为什么要给它加上模糊式的经句呢 就是它的文字不仅比较简短 而且它不会去表达一个非常明确的观点 我想用一句 我以前经常在工作当中表达的一句话 去描述它的这一些经句的 简短的文字的总和 是什么呢 不把你搞明白 就把你弄糊涂 我觉得这十几个字 完全能够体现出 它的演讲晚会的精髓来 它不尝试把你说明白 它要尝试把你弄糊涂 这样的话 你才能购买它的 得到APP里面的知识性的付费课程 在高达50次的模糊概念出现之后 我给大家举一些例子 我会粘贴在我的屏幕里头 它的模糊语句实在是非常的模糊 让我们没有办法理解 也许是我本人的理解能力比较差 但是我觉得是不是罗兄应该自己去把这些语句展开了去说呢 我做了一下简单的总结 我给大家朗读一下 我给大家复述一下 它所谓的经典语句 请大家相对耐着性子 我会相对快一些的读 这都是它的原话 只因民族到了威王时刻 何为我辈 就是我们长辈 我辈 好时代的标志 走在街上不敢小瞧任何人 演化算法 是地球上唯一可靠的成功学 煽情中国即将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 建设品牌就是建设真实的社会关系 钱从哪里来 凭运气赚来的钱 全凭实力亏光 钱从更多的人与人的连接中来 世界不是按照领域来划分的 而是围绕挑战组织起来的 竞争意识损害竞争力 生态为决定生存权 微观层面的互动决定真实世界的样子 中国制造的溢出 这个溢是三点水的那个杯子水满了溢出来的溢 什么你的我的都是这张网的 以贡献感为指引 既幸福也自由 听完了这个以上十几条 他的模糊经典语句 我听起来特别的模糊 我是听完了他整个的晚会跨年的演讲之后 我是非常的模糊 为什么呢 当我们期待他即将揭开某些答案的时候 当我们满怀期待他会给我们一些所谓照亮前方黑暗路的火把指引的时候 他完完全全是在出自己的经典语句的语录把所有的文字 虽然这些文字大家都会写 大家也都认识知道是什么样的含义 但是揉在一起重新组合之后就变成了完全不一样的样子 让你觉得非常的陌生 让你觉得他好像像粉饰了一遍一样 让你觉得非常的惊艳 乍一看在那些花了高价买票入场的观众的眼里 这一些东西绝对是能够瞬间打动他们的这些词语的总和 我觉得读完了这一些所谓的模糊经典语句之后 您的感觉是怎样的呢 您被他打动了吗 还是您被他说明白了 我觉得还是得重申我刚才那句话 不把别人搞明白 就把别人弄糊涂 我再说一下 他靠着这个演讲会 他赚了多少钱 我初步算了一下 就我以前的工作经验的总结 他至少最基础的纯利收入 靠这个演讲会应该是高达2000万人民币 我怎么推算出来的呢 我给大家说一下我的这个演算过程 一 他是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举办的这个跨年演讲 东方体育中心的位置是15000个 至最大18000个 我们算它 它是三面 因为它背靠一面 背面不卖座的情况下 抵扣一些它所谓的公关送票赠票的情况下 我算它1万张票 那么我又查了它卖票的基础价格 门票的价格卖价是880元至4580元一张不等 那么我们折中一下黄牛票啊等等 我们算平均一张的价格是1000元人民币的情况下 这个不过分我们除去了一些票物的收入等等提成等等 比如说大卖网会拿一些提成等等 我们算它的票是1000元一张的收入 那么1万个位置1000元一张票 它的总和是1000万的收入 还有最大的一块纯粒的来源是什么呢 广告商的植入 它全程晚会上 对我就是那么的认真 我给它全部都数了一遍 数得非常轻轻的楚楚 它高达14次的广告口播 它的这些广告赞助商给予它的这些收入 我查不到任何它的广告费用的收入的这一些竞标啊 这一些费用的明细 我只能通过央视春晚的广告的同比例缩小去推算它的这个数字 我就算它旗下的差不多是10个品牌给予它的这个广告的收入 我们算它是1000万元人民币 它光靠广告收入和门票收入 这两项就赚取了2000万元人民币的纯利润的收入 还不算它的APP当时的成交 不算它的所谓的经济报告 那一些书本的与其他电商合作的提成 我们这些都不算 光这些面上的就是2000万的收入 你说罗振云每年他要爆出的这些京剧 这些所谓的模糊式的这个影剧 他有没有必要呢 他是不是在作秀呢 我个人的观点是他绝对是在作秀 我太了解这些70年代 本人的长辈是传统的资深的 30多年长达40多年的传统广告界的媒体人 传统媒体的媒体人 他们这些人比如说罗振云是1973年出生的 他们这些人有着非常好的子承父辈的意志 这是广告人所谓的意志 是什么呢能忽悠能巧立明目 无中生有妙口能够生花 这是他们自己传统媒体人的一个特性 一个属性来的 为什么呢 原本的传统媒体是没有互联网这一些 比如说网军或者说是一些网络的名词 去带动他的一个递增 原本都是靠你的一篇稿子 你个人的一些词语的基础的阅读的累积 而编出来的这些稿子 它和传播性是有限的 所以你以前怎么能搞这些传播性呢 就是开会 开这个所谓的招商会 开这些所谓的晚会传统的广告来说 比如说上海的有一个厂家是卖暖水瓶的 但是他卖不出去净水器的 他卖不出去 他只能靠这些晚会 他除了投广告以外 他只能靠这些晚会所谓的冠名 所谓的赞助 所谓的植入 都是从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 罗振宇罗胖 他完完全全是靠着这个 去增加自己的存在感 去增加自己的流量 去增加自己的收入 公司的收入 发展绕极致是什么呢 就是靠这些东西赚钱 靠他自己的名气去赚钱 靠他自己的名气带动APP的流量 靠他自己的名气去带动书的销售 他那些模糊的京剧 模糊的经典语录的出现 都是带着背后的商业逻辑的 他的商业逻辑是 他提出一个标题 他就卖一本书 他提出一个标题 他就卖一个报告 所谓的报告就是一本书的体现 所谓的一本书的体现 就是这个书是一个产品 它可以去上架销售 你可以买到实体版 你也可以买到PDF版本 你可以在你自己的 所谓的他们自己研发的一个 阅读器上面去进行浏览 但是前提是一定是他们的会员 他们的会员是花钱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觉得他作为一个商人的角度出发 他无可厚非 他是一个带着媒体 资深媒体人的色彩的那么一个商人 但是我就想讲一句了 你赚了那么多钱的情况下 你不能够把我们搞糊涂 对不对 我每一年都看 我从15年就看他的跨年演讲 当时我觉得 哇 他提出的这些观点 把这些文字重新粉饰了一遍 脱口而出之后 绝对是有着口吐莲花的妙处 什么叫口吐莲花呢 就是我说出一句话 落地生花 很厉害的感觉 15年16年16年17年 连续第五届到现在 你不断的去更新你的这些所谓的报告 你不断去更新你所谓的这一些模糊的经典语句 你得到了什么 你得到的是更多的粉丝 更多的拥护者 我们得到了什么 我们没有任何得到 他要把你弄糊涂 这样你才能够去上他的网站APP 去找寻到真挚的答案 这是他的目的 所以他打到 他在一步步一步步侵蚀 你的告诉你的大脑 你跟不上节奏 因为我提出的东西你都不明白 字你都懂 你想明白吗 可以到我的这里来 APP里面来找付费的知识的文章资料 你和成功只差一个APP 这是他想植入到你内心的大脑深处的一个声音 赚了钱了 给我们点干货吧 好 这是这一期的小坤坤有话说 然后我们下一期小坤坤有话说 再见